柔佛新山的森林城市 发展总值1000亿美元 一度大热 售价高达480万令吉 在这个房子上 我个人是比较后悔的 相比于那些中国大部分热闹的住宅来说 这里真的是很鬼城 8年后的今天 单位租金下降到1000令吉 你们是新山人吗 鬼城没人吗 有啊 全是为免税店而来 所以这边你们是买次 就是买比较别的 就是烟门剧 联合早报世界大解说节目组 10月初越过长堤 要走进传说中的鬼城 一探虚实 从新马第二通道出发 然后大概15分钟的车程都非常的顺畅 然后我们今天就要来这个森林城市来看看 森林城市究竟是不是像报道中所说的是一座鬼城 森林城市项目2015年启动 是中国房地产发展商碧桂园 在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旗舰项目 森林城市地处柔佛伊斯干达经济特区 临近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 距离新马第二通道5公里 这个项目由四座人造岛屿组成 总面积1386公顷 相当于三个圣陶沙岛 记者上午来到森林城市的销售展厅 一片空荡荡的不见几个人影 放眼望去 保安和中介比访客还多 展厅附近有个大型的商业街 但是一踏进去 一股冷嗖嗖的气息扑面而来 完全没有置身商业街的感觉 我们走了一圈 开门营业的商店屈指可数 来光顾的都是零零星星的新山居民 现在是午餐时段 但是我们发现 要在这个最主要的商业街 找到一家可以吃饭的餐馆都非常难 因为根据我们的观察 这里的商铺当中有超过50% 不是处于停业 就是一个空置的状态 所以现在感觉非常的安静 哈喽 不好意思 可以问一下 你们是这边是来旅游的吗 还是 不是 我们来买东西的 哦 专门是买东西的 你们是新山人吗 对 所以你们大概多长会过来一次 一个月一次吧 所以这边你们是买 就是买比较别的 就是烟氧酒 这边烟酒会比 新山市区会便宜多少 便宜通过准50% 哇 便宜50%哦 差不多是这样子 出去的话自己要小心 它会怎么样 查到要给水饮 我听说查的不严的吗 还好啦 所以你们会把它放在哪里 这个师傅的头路 不好意思 所以你们今天来这里是 是来就是 走走看看而已 走走看看啦 对 我们就住在这里而已 你们是多久会过来看一次 多久来一次啊 大概半年 一年左右吧 你们每次来这边 主要是做什么 就来看看 吹吹海风啊 消费消费啊 就是这样 但是这边能够消费的地方会多吗 基本上现在比较少了 在就疫情之前会比较好 疫情的关系 所有的同国人都会去的 鬼城这个封号 近几年来成了森林城市的代名词 种种负面标签 让这个高调的项目陷入形象危机 发展商碧桂园出面驳斥 指着是媒体刻意炒作 趁着疫情期间人流减少 恶意抹黑森林城市 碧桂园也公布 森林城市首期单位28000个 至今已售出八成 其中六成买家来自中国 两成来自新加坡等其余国家 只有约两成是在地马来西亚人 不过据节目组现场观察 森林城市的入住率恐怕连三成都不到 为什么销售额与入住率出现巨大落差呢 我们找来当地的分析师了解背后原因 因为COVID老过后 其实上中国买家大部分都很少能够进来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 然后再加上可能现在 因为市场上有一些对森林城市的一些 比较负面的信息 这些都有影响 外国买家他当时会买的话 其实上很多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度假屋 然后还有一部分其实上是买了打算要投资的 入住一年大概可能就那一两个月最多 然后有些就打算要出租出去 中国房产业主小李就属于这类买家 他和父母趁中国十月黄金周假期 到森林城市小住度假 小李的父母2016年花了70万人民币 相等于13万新元 买下森林城市一套大约48平方米的房产作为投资 不料一场疫情过后 森林城市深陷泥潭 房子转售价转眼贬值过半 就你如果标价40万或者30万 他们压根都不会去来看房子 你标价25、6万 他们才会来看房子 但是买不买还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成交量 我据我了解每个月两套 整个B个元每个月两套 所以说就把它投资失败了的话 那就把它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 这个问题我们专门开了一个家庭小会议 就是说这个房子不卖 并且就先租出去 以后也可以经常过来 就过来玩吧 小李一家在森林城市的房子 目前只以每月1000令吉或不到300新元的低价出租 房产交易平台HProp的资料显示 森林城市类似的两房一玉式单位 普遍月租介于900到1200令吉 这个租金与长堤这一边的新加坡居高不下的房租 有着天壤之别 使森林城市近年来吸引越来越多 在新加坡打工的马来西亚人 到这里来租房定居 来自雪兰娥州的哈斯努 七个月前就向重这个机会 与妻子 儿子和妻旧一家四口 合租森林城市这类两房一玉式的单位 pada午前 I用 my motorbike to terminal桨桅 由光洒多 I take bus to go toアスリ And I take MRT to Clement Timor 四十min only that I think best stay in the city Because close to Singapore And then rental is very cheap 1000 ringgit only I think more cheap than 有房地产中介 从去年底开始承包森林城市项目 中介受访时透露 由于疫情冲击减缓 中国边境重开 森林城市的房源问询数量和租房交易 近几个月来都有上升的趋势 目前来说与出租为比较多 可是看房的人 其实这几个月 它都一直有在增加 9月份的话 询问出租房源的应该最少有10组以上 像上个礼拜的话 我们一共出租了三套房 这个数据也许对一些人来说是很少的 可是如果你说是在森林城市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成长 此外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今年8月也宣布 政府将把伊斯坦达经济特区内的森林城市列为金融特区 并为在新加坡工作者提供快速出入境通道 而在金融特区内工作的合格熟练员工 则可享有15%的特别所得税率优待 安华随后在10月底访问新加坡 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晤时 进一步商议如何强化伊斯坦达发展区和新加坡的生态系统 让企业可在两地都设立办事处 这个利好消息能否成为协助森林城市 咸鱼翻身的一剂良药 赋予森林城市新生命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他必须要能够找一些能够吸引人流 或者是吸引资金进来的一些项目 假如是能够有一些高科技员 还是能够提供一些办公室 只要人进来的话 其他的东西比如讲说你的买房 还是讲说你的商业的一些活动 就会逐渐地增加 柔佛周务大臣翁哈菲兹 十月在脸书指出 森林城市方面提出好几项建议 包括开辟从新马第二通道 直通森林城市的道路 落实可多次往返新柔两地的跨境签证 在十年内制造一万个新就业机会等等 不过分析认为 这些建议最终能落实多少 马国民众和投资者 对项目还保有多少信心 则有待观察 柔佛近十年来成为中国发展商和买家 竞相竞注的对象 除了森林城市之外 碧桂园目前在柔佛新山 还有另外两个发展项目 包括2012年12月在新山金海湾启动的碧桂园金海湾 以及在新山淡杯规模较小的中央公园发展住宅项目 广州起家的富丽地产集团 2013年底也斥资85亿人民币 在匹林新柔关卡的核心地段打造富丽公主湾项目 绿地集团2014年则在碧桂园金海湾旁边的地段 投资建设绿地翡翠湾高级公寓 但是项目2016年11月停工至今 沦为烂尾工程 成为新山金海湾的另类风景 整体来讲 森林城市在新山的房地产的表现 起上还是挺不错的 它在当咖啡就已经借了差不多接近1万间 而且已经交房 大部分已经卖出了 在森林城市八九层已经卖掉 像这样子的成绩在新山来讲已经很了不起了 富丽就是刚好就在Corsair Point的旁边 那个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发展 它前面的第一期同样的也卖得很好 据我了解最少现在卖了九成或以上 所以富丽这几年他们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中国房产项目至今在柔佛的表现好坏参半 专家分析 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政府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 对资本外流加强管制 提高了中国人在海外购房的难度 而恒大集团和碧桂园等中国房地产巨头 近几年又陷入了债务危机 进一步影响了一些新山人对中国房产项目的观感 听很多人的feedback就是中国的不好 现在中国楼市不是不好吗 所以基本上中国发展就不能信了 因为他们的那个房屋政策我们不了解 地产方面他们在做那个花园整个规划环境的话 可以说是特别好 只是说质量方面就听说有人说那个房地产的质量会比较差一些 受访的房屋中介和分析师虽然都同意 柔佛在地买家对中国房产项目的信心有所动摇 但至今还看不出具体影响 毕竟大多数人都不会对中国房地产项目一概而论 会有影响到信心 中国开发商在这边的项目已经差不多要完工了 所以没有太大的影响 如果是刚刚要开始开工的可能就会有影响 因为担心他没有办法如期的完工 可是你看物理也是差不多 第二期已经封顶了 所以那个最大的那个花费已经是过了 现在只是在做那些内部的东西 然后毕竟也已经完工了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大影响 本地的买家的话 假如他买房应该不会完完全全的 就只看你是不是中国的发展上 他们会跟本地的发展上比较的话 这样在各方面是不是会比较好还是比较差 所以应该不会马上就既定印象 觉得你是从某一个国家来的 你的数字就肯定是不好的 碧桂园原本计划在20年内 分9个阶段发展森林城市项目 到了2035年所有项目完工后 预计能容纳70万人发展总值达1000亿美元 而今项目只完工15%就深陷泥潭 难免让人担心碧桂园的宏大目标能否实现 分析师认为森林城市当前的困境表明 中国房地产商如果想在柔佛或海外任何地方 长久发展下去就得改变策略 应该确保能争取到足够比重的在地买家 而不是只把目标锁定在外国买家 可能是不是在规划方面 不需要讲说整个森林城市 四个岛都完完全全的都是属于高档的 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属于中高或者是中价的定价 要不然完完全全的都是高档外国买家的话 它的持续性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能否及时调整策略 收服柔佛新山在地人心 将决定森林城市的成败 森林城市最终能否把握 马来西亚政府伸出的救命稻草 实现原来的万木争荣愿景 还是会坐实鬼城之说 答案只能交给时间去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